目前水情我們剛好還是維持成燈 那我們也藉由我們在酒區站一些早景還有一些地面水的作業 我們希望能夠在六月底之前能夠維持成燈 不會進入到紅燈就是分區空水的階段 從大龍溪這些水還是一樣會回歸到我們高平溪 然後由我們高平溪建再去取水做我們大高雄的用水 所以我們昨天經過空拍來離境以後 整個水流的方向是正常沒有問題沒有一樣 然後才能夠進入